电动车市场越来越激烈 当然价格也是竞争重点 像我旁边的这台国产的电动车 现在就再度的回到入门价 百万有涨 去年首播限购没想到的人 这回要是想买车 动作可得加快 国产电动休旅车入门款 原价109.9万 现在降价10万 变成99.9万 最近降价 然后你已经定了 对啊 已经等很久了 然后最近通知说可以交车了 网路上也有车主们讨论 说是不是越晚买价格越低 但也有人说早买早享受 不过降价也确实带动买气 周末平均试车人数 两天标破250组 纳志杰也说降价原因 是要回馈消费者和配合政策 今年预计交车1万台 价格会越来越能够让大众接受 那也越来越能够 无痛从油车转换成电动车 电动车降价 不只国产品牌特斯拉新活动 指出过去不能移转FSD 限时转移方案 现在订购全车型期限内交付 就能直接移转到新车 省下11万到22万 而根据统计六月台湾电车交车数 单月挂牌数冲上六千五百七十二辆 创史上新高 其中特斯拉海量交车 缴出单月三千八百九十八辆挂牌数 维持领先 纳志杰N7六月一千零三十七辆挂牌数 从三月至今累计挂牌三千六百九十二辆 车厂狂推优惠 再加上进口车陆续到港 也让台湾车市越来越旺 TVBS新闻的张慧仙台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